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刚给家里添置了冰箱洗衣机 赚几个钱都花在我们身上了 我妈瞪眼 你养了她这么些年 供她读书 她工作了回报一下 那不是应该的吗 直到凌晨三点 夜色泼墨般笼罩在窗外 幽暗的月光惨淡迷离 我始终睁着眼 毫无睡意 就是不明白 三个孩子怎么不被爱的那个 就是我呢 为什么 一定要是我呢 直到我看到了妈妈那本 发就到几乎褪色的蓝皮日记本 因为觉得分配不公平 姐姐和蜜春吵得很厉害 她一边哭 一边指着弟弟大吼大叫 凭什么 给她的就是房子 给我的就是车 她才几岁 你们就打算给她买房子 我呢 我都三十多岁了 现在信用卡欠了一身债 你们作为我的父母 不帮我还就算了 现在家里好不容易拆迁了 就打算给我买个破车 就打发了吗 这样重男轻女 我不服 你有什么好不服的 父母自己的财产 父母有权自己分配 你管得着吗 再说了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二姐连个车都没有呢 也没像你这么闹 没教养 弟弟和蜜东 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毫不客气地顶撞她 你工作多少年了 给家里买什么东西了 你看看二姐 刚工作 又是给家里置办冰箱 又是置办洗衣机的 这时候你怎么不比了 还大姐呢 一点不知道 让让我们 就知道一味地和我们抢 妈 照我说 车也别给大姐了 给了她也不知足 还不如给二姐呢 二姐多好 和蜜东拉着我 非要我表态 二姐 你前几天不是还说 没有车特别不方便吗 和爸妈说呀 你要积极争取呀 她的口吻 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 我便鼓足勇气 妈 我确实需要车 能不能也给我买一辆代步的 二手的也行 一直耐心哄着姐姐的我妈 忽然火大 她掉高嗓门地吼我 你还嫌不够乱是吧 也来气我 不用再闹了 再闹 谁也没有 和蜜东毫不在意 笑嘻嘻的幸灾乐祸 没有好 都没有 最公平 你满意了吧 大姐 咱谁也别争了 这样最好 和蜜春气的牙根痒痒 你当然是不急了 没我们的 还能没有你的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希望 爸妈什么也不给我们 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的 爸 你说话呀 和蜜春急的一个尽叫 一直充当背景版的 沉默不语的我爸 在我们家 爸爸偏爱和蜜春 妈妈偏爱和蜜东 谁都有后台 除了我 其实 我是不想参加这样的家庭会议 除了戳我的心 没有任何好处 只是和蜜东同我肯谈过 二姐 你不能总是这样闷闷的 不争也不强 你的想法不说出来 人家怎么会知道呢 老古话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你总是这么懂事 就会一直被忽视 在家里受欺负 在外面更加会受欺负 忍让是不对的 他教我奋起抗争 所以我没走 爸 妈 给弟弟买房 给姐姐买车 那我呢 给我什么 爸爸皱眉 妈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他很惊讶 对 惊讶 因为我 像来安静的和空气一样 从来不敢开口索要 尤其是这样涉及 巨大个人利益的场合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呢 我轻轻地在心里问自己 从昨天晚上 我听到父母私下的商量 看着那七青的月亮 怎么也睡不着的时候 我想到小时候 同样是生病 如果是弟弟 妈妈会急得落泪 抱着立马送医院 如果是姐姐 妈妈也会把水盒要拿到眼前 温声哄她吃下 只有我生病了 会被妈妈狠狠甩一巴掌 说我是装病 说我是为了不上学 爸爸问几句 他就气冲冲地 把温度计拿给他看 你看 他说自己难受 前胸后背疼 烧得厉害 结果呢 不过是38.8度而已 连39度都没上 在这矫情什么 这不就是装病吗 嫌我还不够忙 还不够乱 故意折腾我 可是分明不是的 妈妈 我只是看到霓虹姐姐的时候 那样温柔 心生羡慕 我贪恋这样的温柔 所以下意识夸大了病情 这种小孩子的撒娇 落在我妈眼里 却是我从小就心思深的罪障 可是姐姐和弟弟的撒娇 她却十分受用 她会把他们抱在膝盖上 一手一个地拢着亲亲 这么大了还年妈妈 真是不害臊 我知道 我从小就不讨喜 姐姐阳光开朗 弟弟俏皮可爱 只有我 阴沉自卑 以前甄嬛传热播的时候 每次出现安令容的镜头 我妈都会斜瞥我一眼 暗戳戳地阴仰我 这种性子真是太讨厌了 好像所有人都欠她的 我默默垂下头 看自己的脚趾 她就会再补一句 我们家也有一个安令容 她总是这样 好像不扎进我心里 她就很难受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所以对着我妈惊讶转愤怒的视线 我慢慢抬脸 声线越发肯定清晰 同样是你的孩子 他们都有 我呢 我就不该有吗 我爸什么都没说 站起身走了 只是摔门的力度 让我清楚地明白 她是生气了 若是以往 我一定会紧张地追过去 道歉解释 说些我不是要和姐姐弟弟争 我也可以不要等 毫无尊严的软化 可是这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这么做 和蜜秋 你是疯了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跟着你姐姐起哄 我妈重重拧眉 眉眼里尽是一片凉意 怎么 我不给 你也要造反吗 我妈的嘲讽 如意饼剑直直 往我心口里捅 别以为你给家里 添置了一点东西 就了不起了 能做我的主了 这个家 你爱呆呆 不爱呆滚 少在我面前 惹我隔应 和蜜东文言皱眉 妈 你说话太难听了 刚才大姐那么顶撞 也不见你骂她一句 二姐不过是问一句 你为什么这个态度 你怎么总欺负二姐啊 爸爸也从来不管 你们做大人的事 怎么回事啊 自己的孩子 也柿子减软地捏吗 我妈被和蜜东 顶撞地忘了说话 倒是和蜜春一声冷笑 蜜惑 她也配合我比 自己什么身份 自己不清楚吗 哦 对了 她是不清楚 和蜜春从她的座位上 站起来 经过我 玩味地瞥了我一眼 连自己 在这个家的定位 都找不清楚 就被人家推出来 当枪使 蜜惑 然后她自顾自地离开了 可是她这句话 却像根刺一样 扎进了我心里 和蜜春大闹一场的结果是 爸妈商量了一番 做了退步 答应也给她买一套 二居室的小房子 第二天 爸 妈 和蜜春 和蜜东一家四口 要出去看房 和蜜春和妈妈早好了 亲密地挽着胳膊 笑意融融 妈妈犹豫地看向我 蜜秋 你去不去 到时候 在你大姐的房子里 给你留间卧室 你可以偶尔去住 可以跟着去看看 挑个你喜欢的 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 颇为晃眼 我的眼泪 差一点就流下来 但我用力眨了回去 不去 又不是给我买 我妈冷笑 你可想好了 要是不去 连这间房也没有 到时候 别说我们不宫廷 什么也不给你 爸爸在门口催 快点 我一个烟 都抽完了 你们怎么还不出来 蜜秋不去就算了 正好留他在家看家吧 老李一会要 过来拿锤子 家里不能没有人 来了来了 也不知道我是做了什么孽 养这么一个活祖宗 一天天掉丧着个脸 不知道是给谁看呢 咱走都别管他 妈妈骂骂咧咧往外走 我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拿的 这个家里 我的东西少得可怜 不过是几件衣服 手机 充电器 本不该回来的 从在外读书 我就下定决心 再也不回来了 可是我总嫁不住 自己一次次对亲情的渴望 心里总有个念想 节假日 尤其是像春节 中秋节这种传统的团圆节日 总会觉得特别孤独 那种精神上的寒冷 让我无法抵御 所以哪怕这个家是冷漠的 嘲讽的 伤害的 刺激的 起码不是空荡荡的 那种人气和烟火气 如引阵止可斑 让我一次次回头 又一次次被伤得更深 以前的不公 只是小打小闹 无非是姐姐和弟弟的屋里 安了空调 而我没有 姐姐有新裙子可以穿 我只能穿裤子 姐姐的生活费比我高 我都可以自我洗脑 说服自己 这不是不爱我 他们怕热 我不怕热 姐姐喜欢穿裙子 可我觉得穿裤子更方便 姐姐吃得多 用得多 我比较节省 可是现在 我好像没办法了 拆迁了 一人一套房子 轮到我身上 得到的却是一顿责骂 他们走后没多久 妈妈甚至打电话过来 叫我提前把冰箱的牛肉和猪蹄 拿出来画着 晚上做给他们吃 中午他们就不回来了 因为要在外面吃 好好庆祝一下拆迁之喜 你到底要不要来 你现在反悔想来 还来得及 别到时候说我没叫你 我拒绝后 我妈又说 行 你不来也行 要不然拉着个脸 来扫大家的心也确实过分 那你在家把卫生 好好拾拾拾拾 最近家里乱得不像样 还有卫生间楼里的脏衣服 洗出来 洗衣机洗不干净 你洗完了 拿出来再手洗一遍 对了 家里的床单被套 也顺便换换 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做 与其刷手机浪费时间和流量 还不如活动活动呢 妈 我打断了她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你不爱我 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 为什么你天心天成这样 我 行了 行了 我没时间陪你发神经 别忘了干我说的这些活 我妈干净利落挂了电话 手机那头传来滴滴滴的声音 可能是太过伤心 我的心脏一阵脚痛 我抬手想按一按心口 却无意勾落了我妈放在柜台上的盒子 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一张泛黄的陈旧的带着大红戳的纸 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清了内容 我的心顿时量了半截 那是一张亲子鉴定书 鉴定人是我和爸爸 结果是非妇女关系 我整个人发软 双腿止不住地颤抖 等他们一家四口回来 已经是傍晚的事了 房道门打开 他们高兴地讨论着今天看的房子 其实那个房子还好 就是贵了点 等明天再去看看 如果没有合适的 不行就要今天这个 我妈率先注意到客厅的狼籍 当即不满 让你干点活 怎么这么不利索 我们出去了一整天 你什么也没干 该不会饭也没做吧 你都在家里干什么了 和蜜春吃笑出声 估计在家赌气呢 和蜜东习惯性地和和蜜春抬杠 张嘴就对 大姐 你还嫌不够乱吗 就少说几句吧 二姐是你的妹妹 不是你的敌人 又喝 你是好人 那怎么不见 你把爸妈给的房子 给你二姐一套啊 动动嘴皮的好人 你可真会当 那也比你这落井下石的强 行了 都别吵了 这一天的累死了 我爸不耐地打断 指着我妈直接下命令 快做饭吧 都饿了 外面是又贵量又少 中午我都没吃饱 我妈却瞅着我手中的纸张 白了脸 她快步走上前 变了生气地尖叫 你在家都胡翻些什么 怎么手那么贱呢 她扫描了一周 不知道想到什么 似放下心来 压下怒火 你知道了 我撵着那张 鉴定证明的手指 越发用力 轻轻微笑 是啊 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 也好 你们都这么大了 也该知道真相了 我妈强装镇定 身侧颤抖的手 却泄露了她情绪的起伏 什么真相啊 和蜜冬下意识 往我手里探头 和蜜春倒是镇定 老神在在地 给自己倒了杯水 不紧不慢地喝着 爸爸紧促眉头 神色看起来 也不太愉快 爸 妈 这怎么回事啊 二姐不是爸爸的孩子 那她是谁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这是假的吧 开玩笑的吧 和蜜冬惊慌失措下 话又多又密 她把检测报告拿给妈妈 妈妈却看也不看地推开 你是我们从孤儿院领养的 当初有人给你算过 说你命里有弟弟 所以我们就领养了你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 这些年 我们供你吃供你穿 也没有亏待你 拿着你和你姐姐弟弟一样看待的 反倒是你越大越不听话 只会气我和你爸 现在一切既然让你发现 那我也就不瞒你了 我妈口吻竭力平淡 如果不是我仔细捕捉 几乎发现不了她声线下的颤音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 我们根本就不欠你的 随着她说 我忍不住地笑 我妈如受精般喝住我 你笑什么 你不要吃里扒外 不知好歹 妈 您急什么呢 与她的激动不同 我的声音又轻又淡 是怕我不信 还是怕我直接问到您脸上 你胡说八道 我怕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走进房间 再度出来时 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 陈旧的日记本 我妈看到日记本 一整张脸惨湿血色 您刚才进屋的时候 是在找这个吧 没有看到 所以以为她已经不见了 也许早就丢了 也许当废纸卖了 所以 我忍不住再度笑起来 所以 您就可以胡说八道了 我不是爸爸的孩子 我也不是您的孩子吗 我妈脸上肉眼可见的心虚 她想上前抢我手里的日记本 但我轻巧避过 我爸满目震惊 回头看向我妈 恶狠狠地质问她 你不是说这个日记本早就烧了吗 你骗我 说来也挺狗血的 爸爸不是妈妈的初恋 当初妈妈有个爱得死去活来的初恋 但是姥姥和姥爷死活不同意 因为那个男人爱赌 后来妈妈被抢逼着分了手 嫁给了爸爸 那个男人未躲情商 离开了家乡 又过去了几年 和蜜春刚满五岁 那个男人带着赌赢的一笔巨款回来了 要带妈妈私奔 妈妈动心了 竟然真的抛弃和蜜春和爸爸 跟着他走了 他们手里有钱 着实过了一段风流快活的好日子 可是毒鬼怎么会有好下场 那个男人因为在外得罪了人 被人砍死了 没了着落的妈妈 只好带着手里剩下的闲钱 重新投奔了爸爸 爸爸当然心存芥蒂 可是一个男人带着孩子本就艰难 爷爷奶奶家又穷得一贫如洗 再也掏不出钱来给他娶第二个媳妇 妈妈带回来的钱 又足够改良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们一拍即合 再度在一起了 他们高高兴兴地 把房子翻新了一遍 正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里 却在一次亲戚聚会上意外发现 有了我 本来是可以打掉的 但是医生说 妈妈的子宫壁本来就薄 如果做流产手术 恐怕将终身难以再受孕 要他们考虑清楚 而他们无疑不想再生个男孩 继承血脉 因此犹豫不定 再加上当时妈妈走时 动静闹得并不大 爷爷奶奶对外只说 妈妈出去打工了 虽然村里有些流言蜚语 传得沸沸扬扬 但到底没有坐实 现在人回来了 肚子大了 又要打掉孩子 爸爸是极好面子的人 不愿意众人猜测 当即决定打断牙齿和血吞 说什么也要让妈妈把我生下来 对外一直说 我是早产 就这么不声不响地 当了个活王八 妈妈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不断指着我 你 你 她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总是想不明白 同样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独独讨厌我 还记得 我从幼儿园兴冲冲拿回来的糕点 献饱似的的拿给你 满心指望你会高兴 会夸我 结果你呢 一巴掌打掉了 骂我是饿死鬼投胎 没见过好东西是不是 这么丢人现眼 从小到大 姐姐的衣柜里 有各式各样的连衣裙 公主裙 我呢 我都是裤子 没有一条裙子 我羡慕呀 我趁着你带姐姐赶集 偷偷拿姐姐的裙子穿 你骂我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闭着眼 把记忆深处里 她恶劣嘲讽的语气学出来 小小年纪 就穿这么风骚 将来一定不是什么好货 你从来都不另于用最恶毒的话来骂我 那么你骂的究竟是我 还是过去那个不守复道的你自己 啪 她的手落在了我的脸上 也许是我的心里太痛了 也许是她的手太抖了 完全没什么力道 我竟然感觉不到疼 你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骂歇斯底里地吼着 我爸重重地叹气 低头坐着不发一语 和蜜春也沉默了 和蜜冬急切地翻着日记本 对当前的一切完全无法接受 而我 我满腹的委屈和沉痛 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我站起身 以更尖锐的声调 对她吼回去 我为什么要闭嘴 你怕什么 怕我说得更难听是吗 是的 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呢 在等你们回来的这一下午 我把我的前半生想了一个遍 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恨的不是自己年少轻狂 做错了事 恨的不是那个男人是赌成命 丢了性命 无法给你幸福 更不是姥姥姥爷逼迫你 非要嫁给不爱你的男人 断了你的爱情 你恨的是我 是我这颗罪孽的种子 时时刻刻提醒你 做错了事 选错了人 是我这根落在你婚姻中 再也拔不掉的刺 时时刻刻提醒着爸爸 你是个不忠的女人 我妈的泪 不受控制地往下落 她恨急 想要抬手打我 却被我推了回去 她自己一个踉跄 摔倒在地 你这个不孝子孙 你 我是你妈 你这样顶撞我 气我 你不得好死你 我不会死的 我挺直腰板 轻飘飘看向她 因为我要看着像你这样 作恶多端的人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报应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我等着看 我拖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 往外走 一向对我没什么好脸色的和蜜春 竟然挡在了我面前 她神色复杂 妈妈再不好 也生养了你一场 你闹也闹过了 见好就收吧 难道还真要从此断了关系不成 我的嘴炮一旦开启 就是无差别扫射 你又怕什么 怕少了我这个垫背的 你皇太女的地位不保 我是出于好心才劝你 你不要不识好歹 她恼怒至极 我只是笑 一个贫瘠恶心的底层家庭 总是需要一个最弱者作为发泄的 你也很清楚 这一点不是吗 她的眸光不断闪躲 之前是我 之后希望不是你 我含着一缕淡漠却讽刺地笑 往外走 二姐 是和蜜东在身后急患 我顿了一下 终究什么也没说 将所有人甩在了门外 月日刺痛了眼瞼 我强忍了很久的泪 终于落了下来 我一直在说服自己 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不要去计较爱的多少 难道我不希望他们好吗 我闭着眼 鸵鸟般过日子 把原生家庭给的刺 一点点用血肉碾碎了 当成爱来浇灌自己 我想证明给他们看 我也能开出很灿烂的花来 我的精神不曾平积过 可是原来阳光 从未落过我的屋顶 我只不过是罪恶的产物 我离家的第三日 我爸提着从家杀好的鸡 找到我单位门口 说来也好笑 我不喜其他肉食 唯独爱吃鸡 但是我家的鸡 两只鸡腿永远是弟弟和姐姐的 我落在盘里的筷子 稍微一迟疑 我妈就会打我的手 别乱翻乱捡 有没有礼貌 就吃自己眼前的 可是我的眼前 永远都是鸡头 鸡皮等难以下咽的地方 鸡翅 鸡肉离我远远的 我委屈得眼泪都要往下掉 爸爸会带着微笑打圆场 蜜秋爱吃鸡 等回头他走的时候 给他杀一只带着 我次次回去 他次次这么说 可我一次也没带走过 有时候 我要走前会有一暗事 我妈就会骂我 你没看见这个小鸡刚养几天 还没胃大吗 你怎么那么馋 一刻也等不了 姐姐弟弟 没一个像你一样 这么馋嘴的 真不知道你是像谁了 而此刻 我看着爸爸手里 提着的两只鸡 莫名地就想笑 烫好了 鸡毛也拔干净了 还整整齐齐切成了小块 想来是费了不少事吧 真是用心良苦 我不禁嘲讽地想 可能是因为我 全程冷着脸 他觉得不太自在 放下东西后 不断搓着手 你妈他这几天天天在家哭 难过得不得了 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所以我来了 孩子 咱们有缘分 才能成为一家人对不对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孩子 这么些年 我对你不错吧 那你能不能听爸爸说句话 你妈妈确实犯过错 但是爸爸都能原谅 你不能吗 你原谅了吗 我静静看着她 唇边弯起一抹淡淡的讽刺 当然 这些年我对你们姐妹一视同仁 爸爸毫不心虚地道 她甚至挺直了腰板 做得更正了些 真的吗 我微微勾起唇角 那么拆迁款 也给我买一套房子如何 她被我僵住了 神色顿时变得不太好看 这个需要问过你妈 你妈同意 我没意见 我忍不住笑了 以前我总以为你窝囊平庸 没什么话语权 在我们家 当家的强势的那个是妈妈 其实不是这样的爸爸 最聪明的就是你了 你用妈妈的错 拿捏了她一辈子 这几日 我越想越明白 我妈的确对我不好 怒骂张口就来 毫不犹豫 而我爸面上有时候还会替我打圆场 好像对我不错 可是饭桌上 我骂骂我之前 是我爸的视线先落在了我的筷子上 然后轻轻蹙了眉 我提出要房子 爸爸先沉了脸 我戳破实情 爸爸眼底的得意 汹涌得有些厉害 弯起的唇角 压都压不下去 虽然她出口的话是 你真是疯魔了 把所有人都想得这么坏 我一辈子老实厚道 让你说的 我成什么人了 我知道她为什么得意 一个人憋久了 是很难受的 她的聪明才智 因为人设不能为人所知 本就是一件很苦闷的事 然而现在 我看到了 看到她远远高于妈妈的聪慧 她便得到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明明她不能承认 明明她需要克制 但这种得意骄傲的情绪 还是藏不住地 从她的神情中跑出来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恶心 爸爸 你太虚伪了 妈妈犯了错 你要是原谅不了 痛痛快快离婚 我敬佩你是一条汉子 你要是不舍得离 真的能咽下这口气 原谅妈妈 从此一家人好好地过日子 我也佩服你 胸襟肚量过人 你都没有 你既舍不得老婆孩子热炕头 又原谅不了妈妈 所以我成了你们的眼中刺 成了你们失败生活的发泄口 你又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呢 我拎着她拿来的东西 将她赶出门外 我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但她丝毫不受影响 脸上依旧是那种 淡到几乎讽刺的老好人的脸谱微笑 你太小了 行事偏激 想法极端 爸爸不会生你的气的 你再好好想想 想明白了 我和你妈随时欢迎你回家 想你妈 我再没忍住 冒出一句国骂 将门狠狠摔在她脸上 和密东尝试联系了我好几次 小作文更是一段段地发给我 我都没有搭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也许现在的互不打扰 就是最好的结局 恩仇相抵 他们供养了我的确有恩 但他们精神虐待我 又何尝不是仇 只要他们不来向我讨要这份恩 我便不会去想着 怎么回报这份仇 几个月后 我辞掉了当前这份文职工作 和朋友入股了一家婚纱店 她出资 我出人 忙得不可开交 听说我妈 去我前单位找过我几次 没找到 我便落寞地回去了 她的电话微信 我早已拉黑 我没法面对她 对着我爸 我尚且能揭开一切 将她痛骂一顿 而对她 我却连口都不想张 我甚至不能想起她 只要想一想 整个世界就会再度塌陷下来 我会疯狂地 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全部的世界 从小我就知道 她对我不好 我的底线一降再降 我已经不要求 她爱我了 为了她一点点关心和善意 我可以卑微到底 可以自我 扑 但我没想到 原来我的出生 从一开始承受的 就只有她的恨 那本蓝色日记里 她甚至不肯给我明信 永远以那个东西指代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我只是罪孽的产物 我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她看到我 就想到那段愚蠢的过去 所以她没法爱我 她说她原谅自己了 她要先是自己 再是我的妈妈 她打我的电话打不通 便借旁人的手机给我打来 听出她声音的那一刻 我本要立时挂断 可她急切地唤住我 等一下 等一下 和蜜秋 妈妈就说两句话可以吗 她在电话里 嘀嘀地哭起来 你不见我 也不接我电话 妈妈没法解释 但是我真的爱你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够好 我偏心你姐姐弟弟 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我年纪一大把了 离了你爸 我活不下去的 她能容得下你 本来就不容易 如果我再对你太好了 她怎么可能没意见呢 但凡我自己有能力 我能赚钱 我当初就不会回来 可是说到底 我对你也不错的对吗 好歹我让你把书念完了 还让你读了大学 多少家庭不让孩子读书的 你要是遇到那样的父母 不也没办法吗 别那么小心眼 光寄妈妈不好的地方 也想想好处 好吗 有时候 我兄弟也是做给你爸爸看的 我总想着 我对你差一点 他能对你好点 我一片苦心 全都是为了你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理解妈妈吗 我妈越说越情真意切 语气甚至有些哽咽 我心脏的疼痛又泛滥蔓延 我掐住手心 痛恨自己的没出息 想到爸爸被我骂 却笑得开怀的模样 我隐隐有种感觉 我和妈妈的决裂 于他而言 也是一场值得欣赏的笑话 他在享受妈妈的痛苦 甚至亲自出手 推动这场决裂 我没法控制得有些心软 想开口提醒妈妈 她的枕边人 何其卑劣 可是 你是我领养的孩子 这些年 我们供你吃供你穿 也没有亏待你 这些话游在耳边 如果不是那个早该丢掉的日记本 恐怕我已经被洗脑到 恨不得包了自己的血肉 供养他们 以报生养之恩 他对我 又何曾心软过半分 如一盆冷水落了下来 把我上头的情绪泼散了 我冷静淡定地问他 爸爸说 只要你同意 房子可以给我一套 你同意吗 羞耻感席卷全身 我努力说服自己 我只是在争取我平等的利益 并不是自不量力地试探 我在他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 我自欺欺人地想 这并不是为了爱所做的最后努力 可是 我当然是同意的 可是 电话里他急切地辩驳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 你要房子有什么用呢 夫家会给你房子的 他的回答依旧如一记 重锤落了下来 把我砸成了一个可怜的笑话 你大姐那人习惯争强好胜 妈妈也是没办法 和蜜秋 你也知道你爸爸那人 极度地好面子 又不肯做坏人 他嘴上虽然答应你了 但心里肯定不愿意 你这样就是难为我 你想想看 你到底不是他亲生的孩子 要给你一套房子 他怎么可能真心愿意呢 你明明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为什么非要难为妈妈呢 如果是你将来结婚了 你的孩子不是你丈夫的 你好意思舔着脸 让了你丈夫给你的孩子 一套房产吗 你能不能不含偏见 设身处地为妈妈想想 我背弃笑了 无比讽刺地开口 直截了当地说不给很难吗 一定要扯上这么一长串 你不用再试图给我洗脑了 我今年二十八岁 不是八岁 我有自己的判断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有房子有养老 没房子 我们彻底了断亲子关系 那怎么行 我妈急了 你是我肚子掉下的骨肉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花了多少精力和金钱 你怎么可以一次赌气 就全部不认了 我深深闭眼 养了我这么多年 他在意的自始至终 果然只有沉默成本 和投资回报率 和蜜秋 你自己说 这二十多年 没有我你能长大吗 我缺你吃短你穿了吗 现在你是翅膀硬了 自己能飞了 就一句句往我的心窝上戳 早知道到头来 你这么恨我 那么当初我不如直接把你送人 你只记恨我 说话句句带刀 那这二十几年 我的付出算什么 你告诉我算什么 尽管竭力压制情绪 我的声线还是颤抖了 算你倒霉 我挂了电话 我挂了电话 捂着脸慢慢蹲下身 不是爱的开始 本就不该去奢望善终的 不是吗 绑架我的 从来不是道德呀 自那以后 陌生电话 我一律不接 我妈想来找我 却赫然发现 她根本不知道我在哪 以往我每每和她 分享我的日常时 她总不耐烦 那点破事 有什么好说的 你有这闲功夫 不如去帮我把地脱了 你住哪儿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才能去几回 过年 亲朋好友见我不回去 问起时 她脸上总有几分善善 老二工作忙 回不来 被好事的人追问极了 她会刻意抹黑我 为自己遮掩 前段时间 她信用卡欠了一屁股债 叫我们帮忙还 我们给还了一部分 可她还继续借 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和她爸实在没能力了 她就生气了 再也不肯回来 直到我堂妹堂香香 特意打电话来问我 我才知道 她把和蜜春的光荣事迹 套到了我身上 唐香香很无语 我说呢 怎么你们姐妹俩 都在外面欠债 原来是这样 小婶子可真有才 说起蜜春姐 就说她改好了 已经不戒了 百般维护 都是从她肚子里 掉出来的肉 怎么差别这么大 我云淡风轻 家丑外扬 当然不一样 人家狄出的 我这个孽种 怎么和人家比 我把亲子鉴定 和部分日记发给她 以防有用 当时我就拍下了 唐香香在微信那头 瑟瑟发抖 姐 这是我一个外人 能够看到的吗 你要不撤回 我挑眉 飞快打字 你没保存 唐香香被我揭穿 发来一张 不好意思 无嘴笑的表情包 我保证小规模扩散 只告诉几个可靠的 她溜了 但不出一天 所有亲戚都知道了 我妈在家族群爱特我 叫我出来澄清 我这才发现 自己原来 还有这么一个家族群 想了想 恶劣在群里回了一个 一 然后利落退群 唐香香又来找我道歉 对不起啊 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到 他们嘴那么快 小沈和小叔在群里发飙了 要不要截图给你看 她的八卦天性 很快遮盖了那点 微弱的歉意 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 本来大家是传言 小叔在外面有人了 拆迁后 小叔手里有钱了 总在外面喝酒 经常晚上不回来 还有人看到她和别的女人 搂搂抱抱 有人好事 去问小沈 小沈特别淡定温柔 说小叔就不是那种人 我们还以为是谣传 没想到小沈有更大的雷 两人这会儿正吵着呢 唐香香把小群截图一张张发给我 我只看了几张 就大约有数了 我爸果然故作无辜 假装刚知道 我妈曾经背叛过 她大吵大闹 要个交代 我妈当然不愿意被一盆脏水泼到底 不甘示弱回对她 本来就知道 是心甘情愿戴的绿帽 给别人养孩子 两个人撕起来 为了澄清自己 扯出不少见不得人的旧事 比如说前几年 大伯大妈借的三万块 妈妈为了要钱 闹得撕了脸 又吵又打的 结果原来是我爸在后面缩使的 种种旧事 几乎把群里的亲戚好友都波及了 我心里说不出是痛快还是悲凉 看了一部分就扣上了手机 我知道家丑不爱羊的道理 我也明白 看客只不过是喜欢蚕食人性 并不是真的帮人区分对错 可我没办法 除了这样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还能做什么 骂名不能总我一个人背吧 善良和底线 不应该成为受伤害的理由 这一波阵仗闹得有点大 唐香香告诉我 他们要离婚了 财产都分割好了 民政局也去了 就等着一个月后的冷静期了 我笑着告诉他 离不了 一个月后 他崇拜地回来问我 你怎么知道 他们离不了 家都咋好几回了 小叔脸上一道道 红痕都是小婶抓的 小婶脸上也有淤青 两个人对骂的时候 什么脏话都有 这还能一起过 这怎么过呢 怎么不能过呢 不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吗 只是以前一切眼于人后 甚至因为怕别人看出来 我妈会带着我们回娘家住几天 十几年都没有离 现在又怎么会离呢 雷声大雨点小 是他们的一贯作风 你那个弟弟啊 真是和小叔一路货色 唐香香控制不住地对我吐槽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他对你很失望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居然故意把家丑外扬 让小叔小婶差点离婚 他说他本来想把他那套房子给你的 说得真好听 要给不早给了 现在来马后炮 险着他了 婚纱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三年后 我付了三十万的首付 终于在淮滨有了自己的家 听说我爸妈这两年 把拆迁款挥霍得不轻 投资理财更是赔了不少 没了钱 我爸身边那些阴阴艳艳 就不愿意奉陪了 身边顿时安静了很多 我妈很满意 也不嫌日子苦 天天给我爸做好吃的补身体 锅碗瓢盆地围着他转 但是我爸不行 他习惯了女人追捧 忽然一落寞 心里落差特别大 他最开始想收回和蜜春的房子 但是和蜜春岂是省油的灯 吃下去的肉断然吐不出来 他只好把主意打到了和蜜冬身上 爸爸哄他们说 把房子拿回来 可以抵押出去做个大买卖 到时候赚了钱给大家买更大的房子 给妈妈买金银首饰 妈妈高兴地眉开眼笑 和蜜春嗤之以敌 反被妈妈臭骂了一通 其实他现在回家也回得少了 因为他发现 一切竟然被我说中了 我离开以后的家 他成了那个垫背的 不管做什么说什么 永远都是错 永远要挨骂 只是这次偶然赶上了 他秉着死到有不死贫道的冷血原则 没有出言提醒 和蜜冬虽然不太愿意 但毕竟年纪小 再加上妈妈在旁吹风 没了主见 真的把房子过户给了爸爸 爸爸又开始早出晚归的忙碌起来 当爸爸和女人在外野战的风言风语 传得近人街之时 妈妈极力在外帮爸爸变白 不可能 他在外做正经事呢 是有人眼红他现在能赚钱 特意造谣他的 大家一定要相信他 爸爸听说后很高兴 还特意回了一趟家 送了妈妈一对银耳钉 妈妈感动地带着 洗澡睡觉都不摘 和蜜春自从知道爸爸在外有人后 曾多次劝妈妈离婚 但是妈妈不领情不说 还把气出在他身上 你一天天的能不能盼我们点好 谁家孩子没事窜多父母离婚 你自己年纪一大把了 不找对象 不正常就算了 还见不得父母恩爱 你有病吧你 和蜜春被气得气血逆流 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管了 他在外打工 也不大回家了 财富是永恒流动的 而有的人的钱 注定留不住 尤其是我爸这种 没什么赚钱的本事 一辈子平庸无奇 却忽然靠运气富了 还成日白日做梦 指望钱 滚钱越赚越多的 他投了一个又一个项目 可是他的认知和选择 匹配不上他的财富 没有一个项目不赔的 再加上他身边围绕的 众多女人 今天抠一笔 明天要一笔 他的钱越来越少 当我爸将所有的钱 都拜干净后 他想起了我 他不知道从哪听来 我混得不错 比姐姐弟弟都强 还靠自己买了房和车 便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他想上法院起诉我 让我给他们付赡养费 却发现根本不知道我人在哪里 于是他开始四处查问我的消息 唐香香不断提醒我 一定不要和家里人泄露你的位置和太多信息 和我也别说 我怕我管不住嘴 我忍不住笑了 我没告诉他 其实没关系的 我早做准备了 我的大部分工资和奖金红利 都打到了国外的账号 国内的账号 每个月工资明细 只有两千 防的就是今天 就算真的上了法庭 我真的拜了诉 一个月的赡养费二百 三百 四百 不能再多了 恶劣的心思一起 我忽然有些期待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妈出了名的嘴欠 不管什么事 她都要上去说两句凑热闹 不把别人说到发火 绝不罢休 别人发火了 她就笑嘻嘻地说 跟你开玩笑呢 真是不禁斗 这次表姐的婆婆得癌后 全家人都小心翼翼地瞒着老太太 怕她受不了打击 可我妈非要嘴欠 专门跑到医院去告诉老太太真相 老太太一时接受不了 病情急转直下 表姐一家人气死了 我妈反倒发起火了 我就跟她说笑两句 谁知道她这么不惊斗啊 我就跟她说笑两句 谁知道她这么不惊斗啊 医院走廊 我妈敲着腿坐在椅子上 不耐烦地冲我翻着白眼 你对我吼什么吼 你表姐做媳妇的都没说什么 显着你了是吧 你那么心疼那老太婆 你是不是想嫁过去 二女共事一夫啊 我差点气疯了 浑身都在发抖 你闭嘴巴你 来之前你怎么答应我的 绝不说漏嘴 绝不胡说八道 可你一进来就带着嗓门嚷嚷 你生怕人家没有被你气死 是不是 想起刚刚的情景 我整个人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来之前 我对我妈再三叮嘱 我们在老太太面前 捅一口径都说是胃病 老太太自己精气神也挺好 乐观地配合治疗 我让她千万不要说漏嘴了 更不要刺激老太太 可我没想到 我就出去打水的功夫 我妈恨不得把人家家底都翻出来 哎呀 你可逗死我了 老姐妹 他们骗你说胃病 你就相信 你那是癌症 你看看你做化疗 头发都掉光了 谁家胃病做化疗啊 他们不跟你说实话 就是怕你挺不过去 你还不知道吧 你们家为了给你治病 家底都快掏空了 已经往医院送了好几十万了 你儿子张罗着卖房呢 我浑身血液都凝住了 手上的水壶啪哒一声砸在地上 我顾不上 猛地冲进病房 把我妈往外面推 妈 你胡说些什么 这都没有的事 可我妈正在兴头上 她还没说够 不耐烦地推开我 继续嚷嚷着 怎么是胡说八道 这病历上写得一清二楚呢 老姐妹 你不认识字吧 我念给你听 她抓起病历就要读 我手忙脚乱地拦着 恰好这个时候 表姐买饭回来 老太太眼眶湿润 声音发抖地问 我得的是癌症啊 秋水 我是癌症吗 表姐慌了神 连忙编着拙劣的谎言 可老太太脸上 已经出现了灰白的颜色 显然不再相信了 一圈亲戚这么费劲 辛苦隐瞒的真相 就这么被我妈戳破 本来老太太乐观地 配合治疗 效果还不错 可是被我妈这么一搅和 老人失去了 对生命的信心 病情急转直下 一下子人都起不来了 表姐一家人气得不行 又不能把我妈怎么样 只好私底下 让我再也别 把我妈带过来了 我羞得脸色发烫 从来没有这么无地自容过 可我妈不仅没当回事 还在看见老太太哭的时候 乐得笑出了声 哎哟 多大点事 不就是癌症吗 人老了 就该有随时入土的自觉 哭啥呢 怪丢人的 要我说你们 一开始就不应该瞒着 有啥用啊 这不还是让她知道了吗 早点知道 早点接受 这就是她的命 我几乎要崩溃了 怒吼了一句 让她闭嘴 坐上了回家的车 我真不知道 我妈这么嘴欠 究竟是图什么 我们跟表姐家 无冤无仇 她为什么非得去多嘴 非得害别人 我妈嘴欠的毛病 在亲朋好友中 无人不知 打小 我就在她的打压下长大 无论大事小事 只要被她知道了 立马就会变成她嘴里的谈资 抓住机会 就会在关键时刻 爆发致命一击 我记得青春期爱美 买了个口红 她抓着 我在街坊邻居面前 嘲讽我 小小年纪学妖了 说我小女人一看 就是倒贴的样 每次一回家 就要阴阳怪气地问我 今天怎么不涂口红了 后来有男生给我写情书 被他翻书包的时候看见 他抓着情书去学校 却不是来制止我们早恋的 而是带着笑问那个男生 哎呦喂 我就想知道你什么眼光 你给他写情书 你不觉得他长得很丑吗 再后来 高考那天痛惊 我让他送药 他不干 于是我只好打电话给我吧 没想到他特地 在我升学宴那天 当着一群亲戚 老师 同学的面问我 你那天 让你爸给你买卫生巾 你是什么意思 你故意的吗 你看着你爸拿卫生巾给你 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我又气又尴尬 让他闭嘴 反倒被他骂了一顿 说我翅膀硬了 没良心 一场欢快的升学宴 最后潦草收场 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考编 因为跟我妈吵了一架 他故意在正审那天 带着一群人来家里打麻将 抽烟喝酒 在领导面前含糊其词地说 我记得他在学校为了奖学金 跟老师谈恋爱呢 最终导致我的工作彻底泡汤 这些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事情 都只是在霍霍自家人 让我妈彻底出名的 有两件事 一件是几年前 堂哥的妻子离世的时候 在丧礼上 我妈就是闲得慌 非得抓住 才四岁的小侄子不断地说 你妈死了 你以后没妈了 你知道吗 别人都有妈 就你没妈 四岁的孩子 哪里懂得生死离别 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周围的亲戚 劝我妈不要再说了 可我妈非是不听 追在侄子的后面嚷嚷着 你去看棺材里就是你妈 你妈再也不能跟你说话了 也不能接你放学了 眼看着侄子蛙的一声 嚎啕大哭起来 我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就逗逗她 这小孩真不禁逗 又一件事 是表叔家没有小孩 去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没成想 妻子又怀上了 本来是件好事 可我妈愣是管不住嘴 非要挑拨离间 她每次一见到领养的小女孩 就要故作惋惜地说 哎呀 等你妈妈生下弟弟 你就没家了 就没人要你了 谁让你不是亲生的 你是他们从外面捡回来的 嘖嘖嘖 你可真可怜啊 你一个捡来的野孩子 怎么比得上亲生的孩子 以后你就是给你弟弟做奴作弊的命 见一次面 她就要这么念叨好几次 哪怕表叔都发火了 让她不要胡说 她也仍旧死活不改 偷偷把小女孩拉到外面继续说 导致女孩才五六岁 就患上分裂情感性障碍 整个人自卑又胆小 再也没有刚开始的开朗大方了 这两次事件 让我妈在亲戚里声名大噪 大家聊些什么 一见到 她就立刻闭嘴 我妈还发了几次火 认为我们不把她当家人看待 这一次来看表姐的婆婆 本来没人告诉她 我妈不知道 从哪知道的消息 撒泼打滚逼我带上她 声泪俱下的控诉 我们都排斥她 孤立她 她每天活得多么难受 接着又跟我再三保证 她已经改过自新了 再也不会多嘴 我回想起这段时间 我妈确实没怎么做妖 一时之间心软了 于是答应带她 我没想到 我妈就这么狗改不了吃食 逮着机会就犯贱 等我们回到家 我妈早就把这件事 抛至脑后 哼着割去厨房 没想到过了每两个小时 我爸急匆匆地回来了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一步冲到了厨房 死死地抓着 我妈怒吼道 你是不是跟秋水的婆婆 说了实话 你跟她说是癌症是不是 我妈反应比我爸还大 猛地推开她 尖着嗓子骂道 一个两个没完了是吧 我不就是说了两句实话吗 怎么 你还想拉我去坐牢啊 我真是服了你们牢里家了 没一个正常人 屁大点是来来回回说好几遍 你那么心疼人家秋水的婆婆 你去找那个老太婆结婚去啊 你去跟她过日子啊 你给我闭嘴 我爸气疯了 她好脾气了一辈子 从没这么生气过 可我妈的声音比她更大 就不闭嘴怎么了 你把我嘴撕了呀 你跟我冲什么冲 要死的窝囊废 啪 我爸猛地扇了一巴掌过去 我妈终于安静下来 还没等她再次发疯尖叫 我爸嘴唇发抖得 抛下一个重磅炸弹 你知不知道 秋水的婆婆说不想拖累家人 跳楼了 轰的一声 我脑子里像是有颗炸弹爆炸了一样 表姐的婆婆是个好人 婆媳两个关系非常好 如果因为我把我妈带过去 而害死了她婆婆 我简直不敢想 表姐会有多恨我 我以后还怎么面对表姐一家人 我怎么去面对这一条人命 我仿佛已经感受到了 手上黏糊糊的鲜血 声音发抖地问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爸非常疲惫地看了我一眼 人已经送到殡仪馆 要火化了 造孽啊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我们要怎么去赔偿人家 我妈难得慌了神 干巴巴地说 哎呀 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 这小老太婆 心气也太小了吧 随便说她两句 就闹自杀 事到如今 你还在怪别人 我爸气得眼睛发红 指着她的鼻子骂道 人家本来在医院接受治疗 效果挺好的 马上就能出院了 你非要去多嘴 你为什么非得去害人 你良心不痛吗 我妈心虚地缩了缩脖子 嘴僵道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这样啊 我要是知道她这么脆弱 我肯定不说 人都死了 你们现在怪我也没用 突然 她想到了什么 猛地冲过来 死死地抓着我 摇摇 你现在赶紧去 跟你表姐道歉 你打小就跟你表姐关系好 你跟她好好说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她婆婆又没生她 又没养她 她们感情不深 我一把甩开她 愤怒地质问 明明是你做错了事 为什么要让我去道歉 我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多嘴 不要多嘴 你为什么非要犯贱 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几乎要崩溃了 说到底 今天这场悲剧 确实是因我而起 我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 我到底为什么要心软 为什么要带我妈去 如果不是我 表姐的婆婆也不会死 我妈一时语色 说不出话 干脆直接坐在地上 翻来覆去地打滚 那你想怎样 你想逼死你妈是不是 你们难不成指望 我给那个老太婆赔命 我含心如苦地把你养大 我操持着这个家 我为你们奉献了一辈子 我就是话多了点而已 谁身上还没点坏毛病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是不是要我死 是不是 她猛地冲向阳台 半个身子探出去哭嚎着 那我去死 我给人家赔命行吧 我爸慌了神 连忙过去拉扯着 我冷眼看着他 没有动弹 每次事情闹大了 我妈总是这副 要死要活的样子 实则她比谁都惜命 她能威胁到的 只有我爸 我带着所有的存款出了门 去找表姐 表姐没要我的钱 她不让我跟表姐夫 那边的亲戚接触 怕他们一时失控 做出点什么 她只说 婆婆是癌症 早晚有这么一天 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 看着表姐通红的眼眶 我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带着一腔愧疚回到家里 我爸已经回去上班了 家里只有我妈 她全然不负 下午要死要活的样子 哼着哥看电视 比谁都惬意 见我回来了 她连忙追问 怎么样 你表姐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根本不想跟她说话 转头要进房间 我妈眼急手快 一把夺过我的包 看见里面的银行卡 变了脸色 声音骤然拔尖 她要你钱了 你把钱都给她了 我脑袋都快炸了 吼道 没有 表姐没要我的钱 人家已经原谅我们了 行了吧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我妈这才消停下来 冲我翻了个白眼 不耐烦地说 多大点事啊 瞧你那天要塌了的样子 一点事都扛不住 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换 那老太婆得了癌症 早晚都是要死的 早死 晚死有什么区别 要我说 当初发现是癌症 就不应该浪费这个钱 再去治病 你瞧瞧 你表姐这个傻子 连房子都卖了 又不是自己亲妈 真是没骨气 没心眼的东西 现在好了吧 人才两空 我已经没有力气 再跟她吵架了 把房门用力地锁上 等第二天 我收拾了自己的所有东西 叫来朋友帮我搬家 我爸夏夜搬回来 看见了 想说些什么 最后还是闭上了嘴 深深地叹了口气 等我把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 我妈恰好从外面回来 撞见这一幕 脸色一下子变了 瑶瑶 你干什么呢 我换新工作了 在公司旁边租了房子 我要搬出去住 我头也不抬地说完 准备上车走人 我妈猛地抓着我的胳膊 我不是让你找个 离家近的工作吗 你不准离开家 你现在是搬家 下回换工作 是不是就要去别的城市 再下回就要换上 等你嫁人 你是不是就要出国 我救你这么一个孩子 我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 你现在翅膀硬了 你要走了 你不要爸妈了 是不是 你好狠的心啊 我妈一下子哀嚎出来 闹得街坊邻居 都探出头来看着我们 她用力地捶着车 逼我朋友把东西都卸下来 我彻底忍不住了 一把推开她 你够了 我早就想走了 我受够你了 为什么我要换工作 还不是因为你嘴欠 非要去打听我上司的事 又满世界地嚷嚷 把别人得罪了 害得我被穿小鞋 只能主动辞职 我再不离你远一点 我这辈子都别想好好上班了 表姐婆婆的死 对我来说 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已经受够了 我再也不想替我妈收拾烂摊子 不想每天提心吊胆地提防我妈 又嘴欠得罪了谁 不想跟我妈无休止地吵架 每次吵完了不到半小时 她就跟没事人一样 可我却要怂气好几天 深深地把自己折磨成精神病 你都已经闹出人命了 你还一点都不知悔改 我受够你了 除非你改掉你这个坏毛病 否则你再也别想让我回家 说完这些 我不管愣在原地的我妈 催促着朋友赶紧离开 我爸说 我走后 我妈站在原地 看着我离开的方向看了很久 我内心毫无波澜 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 失望太多次 我已经对我妈不抱任何希望了 每次都是她犯贱 我收拾烂摊子 我崩溃 她卖惨 我心疼 她继续犯贱 周而复始 我开始自己平静地生活 我妈偶尔给我发消息 小心翼翼地问我在那边缺不缺什么 问我想不想吃红烧排骨 她做了给我送过来 问我过冬的衣服买了没 她像是真的知道错了 也没有继续一昧地给我卖惨 而是企图用温情把我融化 我一条消息都没回 电话也不接 不到半个月 我妈装不下去了 开始发语音骂我 李瑶瑶 你是长大了 翅膀硬了 你敢跟你老子对着干 是不是 我再怎么样 我也是你妈 你难不成还真想跟我断绝关系 我从来都是对不起别人 我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了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甩脸子 你是非要把我逼死是不是 你想让我去死 你才满意是吗 你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对你亲妈 你要糟天浅的 我麻木地翻阅着每一条消息 内心不起半分波澜 我不想跟她对骂 更不想回消息 她想怎么发疯就怎么发疯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终于 我妈狂骂两天 依旧得不到我的回复后 消停了下来 我以为我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开始上班 可我没想到 我妈竟然找到了我工作的地方 在周一全员动工会上 直接闯了进来 你就是李瑶瑶的领导是吧 在一群人当中 我妈精准地抓住了我的上司 眼皮子一翻 把人从高到低扫了一遍 我浑身鸡皮疙瘩顿时起来了 看见她这副德行 我几乎已经预料到她要干什么了 我扒开人群想要冲过去 可是密密麻麻的座位限制住我的速度 我知道你 你不婚不孕 在你们那片传遍了 我听说你爸爸被你气得都脑溢血了 领导会自结脸一下子拉得很长 他最讨厌别人嘴他的私事 因为三十五岁还单身 他不知道承受了多少来自社会 家庭的非议和压力 这位阿姨 你有什么事一会儿去我办公室谈 你别叫我阿姨 我可比你大不了几岁 我妈有些恶寒地抖了一下 接着嚷嚷 你丁克是你的事情 你别带坏我孩子啊 自打我闺女来你这上班 一次家都没回 她要是变成你这样 我可不活了 妈 我几乎要崩溃了 用力地推扫着她 你能不能闭嘴 你出去啊 出去 我跟你领导说话呢 你插什么嘴 我妈反手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几个同事连忙把我拉开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继续冲着惠子姐嚷嚷 你人老猪黄了 是找不到男人了 可我闺女还年轻呢 她怎么能把青春浪费在工作上 你别跟我扯成年人自由什么的 女人不结婚不生娃就是有罪 你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你爹妈 惠子姐是个高学历的知性女性 她根本没办法放下身价像个泼妇一样和我妈对骂 我头一次见她这么无措 脸色发白地站在那 不知道该怎么办 场面乱七八糟的 几个男人过来架着我妈拉走她 她还伸长了脖子继续喊 我就是随便聊聊天 你们那么较真干什么 这么大的公司 还怕别人说两句嘴了 我被喊到办公室 惠子姐把辞退书扔在我身上 我们妙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我鼻子一酸 眼泪控制不住地下来 见我哭了 惠子姐更来气了 用力地拍着桌子 你有什么好哭的 你别跟我装可怜 今天被莫名其妙骂一顿的是我 你知不知道 外面现在多少人议论着我呢 李瑶瑶 我对你也不薄吧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对不起 姐 我没想到我妈 都怪我 都怪我 我对不起你 我拼命地冲她鞠躬道歉 我哭不是因为我被辞退 而是深深地愧疚和自责 我宁愿今天被指着鼻子骂的是我 被打一顿也好 总好过这样亏欠别人 我几乎要被这股情绪压得喘不过起来 离开公司的一路上 无数同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没人敢跟我搭话 生怕自己就成了下一个惠子姐 我妈在公司门口等着我 见我出来了 得意洋洋地说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后果 我养你养这么大 不是让你一个人去潇洒快活 留着我跟你爸在家里受苦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不听话 你领导今天也不会身败名裂 成为一个笑话 你记住了 是你对不起他 他推了我一把 继续扒扒个不停 你租的房子在哪儿 去 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今天就跟我回家 我在家那边 托关系给你在厂里 找了个寄件的活 工资不高 但是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现在大学生都不值钱 更何况你还是个文科生 你就在那好好的混日子 顺便相亲 等你二十五岁就结婚 二十六岁生娃 你这一辈子就圆满了 我用力地抓了一把头发 把头皮扯得生疼 脑子清醒了一点 我嘴唇发抖地说 你能不能放过我 你说什么 我妈没听清 我突然像个疯子一样 叫了出来 我说你能不能放过我 我读这么多年书 不是为了进场当个场妹的 我不想二十五岁结婚 不想生孩子 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我崩溃得大吼大叫 将从公司收拾的日用品摔了一地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逼我 我是你的仇人吗 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你收拾烂摊子的吗 你能不能放过我 可即便我都已经这么崩溃了 崩溃到头一次不顾形象去做一个疯子 我妈仍然没有一丝歉意 而是一脸莫名其妙地站在不远处看着我 眉头锁着 像是遇见了一条发疯的狗 我彻底麻木了 转身就跑 不顾它在我后面大喊大叫着 为了甩掉我妈 我绕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出租屋 联系房东退租 把东西全部打包 那就让我妈上次说的成真吧 下一份工作 我选择出生 下午两点 我坐上了去广东的高铁 我妈的电话封了一样 不停歇地打过来 紧接着是我爸的 我犹豫了一下 接通了 瑶瑶 你妈翻我手机了 她看见你跟我说的工作地点 我爸的声音透着慌乱 她没去找你吧 我在电话那头露出凄惨的笑 她找了 闹了 我已经完了 爸 我又被辞退了 在满是人的高铁上 我捂着脸哭得崩溃 我爸长久没说话 那边猛地传来响亮的巴掌声 都怪我 爸 我没事 我忍着哭腔说 我要出去打工了 你在家多保重 刚到广东的第二天 家里亲戚的电话就过来了 瑶瑶 你爸住院了 你知不知道 你快回来 起初我还以为 是我妈耍的花招 直到表姐的电话也打过来 催促我赶紧回家 我慌了神 连夜坐上了高铁 我爸真的住院了 因为常年上夜班 熬夜连轴转 他的心脏很不好 这段时间正在跟公司申请调成白班 哪成想这就出了事 我去医院的时候 手术已经结束了 几个要好的亲戚守在门口 我妈瞧见我 竟然没有歇斯底里的发疯 而是心虚地移开视线 往里面躲了躲 他这个样子我最熟悉不过 顿时心里猛地一沉 快步走过去 声色俱立 我爸是怎么回事 我走后 你跟我爸发生了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 医生不是在这里吗 你对我狗叫什么 我是你妈 不是你仇人 我妈大着嗓门喊回来 但底气明显不足 我深吸一口气 严肃地看着他 要邀你现在告诉我 要么等我爸醒了 我去问他 反正结果都一样 但是你记住了 你现在不承认 我就当没你这个妈 咱俩断绝关系 我平时说过最重的话 也就是让他闭嘴 我妈从没有见我这么发痕 一时间慌了 往地上一坐 拍着大腿哀嚎着 我 我也没做什么呀 是你爸一回家就 非要跟我吵 说我不该去找你 我就忍不住 骂了他两句 你爸说要跟我离婚 我一时生气 我就把他的药都拿走了 我就在楼底下坐着 他不舒服 也不给我打电话 也不喊我 等我回去 人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妈强调着 他自己不舒服 也不说 我又不是 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怎么知道 要怪就怪他不长嘴 不只是我 在场的亲戚 都倒吸一口冷气 我爸的病 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十几年的毛病 他长期备着各种急救的药 以防万一 我妈比谁都清楚 可她却仍旧选择在吵架后 我爸情绪最激动的时候 最容易发病的时候 带走所有的药 你这是害人 你想要她的命是不是 表姐愤怒地说 我妈被小辈这么骂丢了面子 呛回去 有你什么事 你婆婆死了 你很高兴吧 当家做主了 是不是 敢跟长辈这么说话 表姐气得发抖 谁都知道 婆婆的死是表姐心里过不去的坎 她为了维护 我没说出 婆婆是被我妈害死的真相 导致她在南方亲戚那边 一直受到怀疑和冷落 可我妈非但不领情 现在还要往人家伤口上戳刀子 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了 包括我 我真的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她永远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无论你是心平气和的沟通 还是歇斯底里的质问 得到的只有她的卖惨 和以命相逼 这一次 用一条人命 差点断送在我妈手里 所有人无心吃喝 守在我爸的病床旁边 她依旧像个没事人一样 湿湿然地离开 去跳广场舞了 我心里对她最后的那一丝感情 也消失殆尽了 我不能再放任 我妈这样祸害我们了 我爸醒后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摇摇 爸对不起你 是爸没藏好手机 让她拿走了 不怪你 爸 我抹了一把眼泪 抓着我爸的说 爸 你跟我妈离婚吧 行吗 我爸愣住了 没说话 我连忙补充道 离了 以后也是能复婚的 现在离婚 致至我妈的脾气 等她知道错了 改了这臭毛病 你想复婚就复婚 我妈就是仗着 永远有人替她收拾烂摊子 永远有人替她撑腰 所以总是这样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别人 她一直生活在我们的保护里 根本不知道犯错的代价 她嘴上犯贱 以前还只是得罪人 我们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就完了 可是最近这几次 她生生地闹出了人命 就拿表姐婆婆的事说 如果不是表姐向着我们 换别人 咱们可就搭上了人命官司 保不齐赔的倾家荡产 都还不起这条人命 再说说你 你跟她一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那天她又带走了你的药 或者干脆把药换了 你可怎么办呢 你要是死了 我怎么办呢 爸 说到最后 我哽咽地哭了出来 我爸的眼里也泛着泪花 声音颤抖地说 我 我忍受了你妈二十多年 当年你小 为了你有个完整的家 后来又担心离婚了 对你名声不好 不好找富家 既然你支持爸爸 爸爸就离婚 我爸出院后 我跟他立刻回家 噼里啪啦地收拾东西 等我妈回家 看见的就是空了一半的屋子 我单刀直入 我爸说了 要跟你离婚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有的财产对半分 你们明天就去民政局签字 我妈震惊了 难以置信 你胡说什么呢 多大点事 就要离婚 丢不丢人啊 你觉得多大的事 我爸差点就死了 我气得大脑发昏 都这一步了 我妈还觉得没什么事 看来是板子不打到自己身上 永远不觉得疼 他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和冷漠的我 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后一下子哭了出来 你们也俩和起火来欺负我是不是 你们要我的命是不是 我去死 我去给你爸赔命行不行 他又是一下子冲到阳台 半个身子探出去哭喊着 可惜我爸不在 我从来不吃他这一套 我就这么冷眼看着 我妈演了十几分钟 演不下去了 开始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 哪有你这样当女儿的 我跟你爸吵架 你不在中间帮忙劝和也就算了 还非要挑拨离间 你是巴布的我跟你爸分开是不是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我就是巴布的你们分开 我冷笑一声 妈 你要么明天去签字 要么我跟我爸就直接起诉走流程了 反正这婚迟早要离 我妈一下子噎住了 气得脸色铁青 发狠地冲我叫 好 离就离 谁离了谁还活不了了 我辛辛苦苦地伺候你们老李家半辈子 反倒没落个好 我倒要看看离了我 你们能过得多好 第二天签完字 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 这段时间 我爸妈做好了财产分割 房子留给了我妈 车子留给了我爸 我妈舞蹈团的那群姐妹 知道她离婚后都帮着她骂我跟我爸没良心 又张罗着给我妈介绍新的 自打我妈嫁给了我爸 就再也没上过班 她很舍得对自己花钱 美容月月不落下 为了保持身材练瑜伽 学跳舞 这让她看上去就跟三十多岁差不多 一时之间很受欢迎 这一个月 我妈卯足了近乡亲 今天跟这个男的吃饭 明天跟那个男的喝酒 过得无比风光 趁得还在生病的我爸 无比凄凉 我妈生怕我们不知道 朋友圈天天更新出去玩的动态 闹得亲朋好友之间 尽人皆知 好几个亲戚打电话 劝我爸不要冲动 我妈虽然小毛病多 但是一个家里不能没有女主人 更何况我爸拖着病体 很难再找 这些电话都被我一一回绝了 有亲戚看不下去 骂我很心 这么对自己的亲妈 我没说话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些人只是逢年过节 跟我妈打个交道 就算有冲突 隐忍几天就过去了 可我跟我爸 是跟我妈朝夕相处过日子的 年复一年的 替我妈收拾烂摊子 忍受着她的坏脾气 旁人嘴上说说 当然轻松 哪里能切身体会到我们的痛苦 等一个月冷静期过了 我妈搂着一个男人过来 两人在我爸面前亲密无见 签完字 拿到离婚证 我妈转头 就去跟这个男人扯证 说起来 我还得谢谢你们 父女两个放过我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遇见我的真爱 我妈得意洋洋地冲我们炫耀 这个男人对他有多好 什么都依着他 顺着他 哪跟以前跟我爸在一起一样 连话都不让多说一句 妈 你觉得幸福就行 面对他的炫耀 我只是这么说 我带着我爸去广东 在那边 我爸找了份幼儿园保安的活 每天早八晚五 服务的对象都是可爱的小孩 他成天跟着乐呵呵的 张口闭口 就是小朋友 小乖宝 整个人都变年轻了许多 我也重新找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没有我妈的作妖 我成功通过试用期 成为正式员工 从我妈的朋友圈来看 她似乎过得很幸福 可是表姐传过来的消息 却不是这样的 听说两人刚领证半个月 南方就把我妈打进了医院 报警 警察了解完情况都无语了 南方的父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母亲辛苦抚养他长大 老了终于能过自己的日子 认识了一个老伴 这本来不关我妈什么事 可他嘴欠的毛病又犯了 在人家的婚礼上 问人家老伴 你找一个牙都要掉光的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真饿坏了吧 说一遍不够 还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嚷嚷 南方发脾气了 我妈拿出了对待我跟我爸的那套 在地上打滚 歇斯底里地吵架 要死要活地威胁 将人家好好地婚礼现场闹得一塌糊涂 南方妈妈哭了 说自己不结了 让他们别吵架 我妈得意 为了摆微风接着骂街 逼得南方动了手 本来只是轻轻推了一下 可我妈被我爸惯坏了 我爸跟了他这么多年 唯一一次动手 是因为上次表姐婆婆跳楼 在此之前 无论我妈怎么对她又打又踹 她都忍着 巨大的反差 让我妈无法忍受 她啪啪几巴掌 扇在南方脸上 南方恼了 反手把她打骨折了 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医院 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南方还要跟她离婚 这时候我妈就想起我跟我爸的好了 她发消息来诉苦 我不回 打电话 我不接 她转头舔着脸去找我爸 一打是个空号 我爸早就换好了 再后来她出院了 跟南方打离婚官司 打了大半年 砸了一堆钱进去 其间被南方欺负的几次 闹自杀未果 一年后春节 我跟我爸回到家乡过年 一群亲戚聚在一起 有人说起了我妈的近况 听说她相亲挑挑拣拣 自己没多少本钱 要求还挺高 得罪了一堆人 舞蹈团的小姐妹也不给她介绍了 听说她找工作屡次失利 不是得罪领导 就是跟同事扯头花 最后被大半个市区拉黑 每天只能坐吃山空 又听说 她跟邻居吵架 闹到了派出所 原因是 邻居家一对年轻夫妻 因为生育的问题 一直吵架 本来与我妈无关 她非要掺和进来 说女人没有不想生孩子的 只有生不了的 还说女方经期不稳定 估计是肚子里曾经来过人 她本以为男方会向着她 没想到男方也生气了 夫妻俩跟我妈对着吵 最后我妈因为诽谤赔款五千元 拘留一周 没有我跟我爸替她收拾烂摊子 没有我们时时刻刻的耳提面命 我妈在嘴欠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最终自食恶果 过完春节 我跟我爸又回到了广东那边 至于我妈 希望终有一天 她可以醒悟吧 对 我妈 再来 就是 试差 不 快 那 你看 好像 我妈